一切會變 變到有一點心態會變 無小點曲 兩點曲 要發線跟你過去講句再見 實際上某日發現你去到某個歲數 我深信連日來的訪問或宣傳 是不是很少人跟你們說音樂 都不是的 不過就很少可訪問我們的人 有你這麼漂亮 姐姐 還是這樣 你們沒有變過 每次來頭五分鐘都是拿來贊重你 不激死人 《忘我不忘本》 是我們今年初七 簡直是主題 放在你們身上 或者用你們出發 你們如何演繹《忘我不忘本》 我們好像真的演繹出來 還不能出到碟 這個已經是一個… 數一數手指 入行幾年了 我們很難計算 確實入行的日子 如果你說計算第一隻唱片出 我們第一隻唱片是2002年 2002年的時 那你是不是用那個來計算 如果那個是14年 到大家認識多少少的時候 或者說會去頒獎禮的時候 可能是… 2007年 風生水起 即是你怎樣都當十年 即是叫入行的話 但近這五年 你們都有不同的變化 甚至在樂壇中出出入入 我想你們都會同意 你們如何演繹 這幾年來 農夫在音樂本質上的變化 我想不是我們故意去變化 是本身音樂的行業 在香港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我們以前 其實很多時候只有音樂 其他所有東西都是副業 但現在就變成音樂是我們最大的嗜好 即是我們是要做其他的事 動興趣地做 其他那些事就是一個儲資本的工作 去供養我們去玩音樂 其實反而好像我們最初玩的時候 我們都是合樂隊 都是這樣的 都不問回報 我們現在自己做音樂就是這個狀態 來到這一首都很大可能 是農夫最後一首實體碟 上集去年已經release 今次這個續集 你現在沒有 但將來會有 放了什麼跟上一次不同的題材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上一集 是打算同一首推出 現在就分開了 所以上一集那些歌 全部都是你現在沒有的 你現在沒有什麼 例如你現在沒有愛情的東西 香港沒有了一些情懷 會不會有樂壇好像沒有了 在說那些沒有的東西 今次說的 你將來會有的東西 就是成長的煩惱 這些東西 你不再是小朋友 一切會變 變好點心態會變 無笑點哭 要兩邊吐 要發線跟你過去說句再見 幾時開始發現自己已經大過 媽媽再多囉嗦 你都幫她 她都捱過 我沒有道理的說話 發難渣的窄罵 沒什麼